俄朝领导人会谈19号在平壤举行 对此韩国外交部20号表示 俄朝不顾韩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复警告 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并且公开提及违反案例会决议的军事技术合作等 韩方对此表示遗憾 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24年再度访问朝鲜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竞争举行会谈 相关消息在韩国受到很大关注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朱世 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俄朝不顾国际社会警告 公开发布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军事技术合作 韩方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任朱世海说政府就有关俄朝之间签示的条约进行全面 分析评价具体内容 检讨结束以后将会发布政府立场 并强调韩国政府将会坚决应对威胁韩国安全的任何行动 优优优独播剧场 韩国总统剧国家安保市长城表示 俄朝之间合作不应威胁半岛 随着俄朝两国军事合作近日不深化 韩国方便十分关注 这会对韩国安全以及半岛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韩国学者表示 通过这次俄朝峰会 两国关系更生一层楼 俄朝所发布的合作程度比外界危机的更高 可以说相当于是同盟关系 随着认为虽然这会使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会受到影响 但俄罗斯冤意与朝鲜形成反美战线 近乎会造成区内紧张 使韩国更加积极参加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 学者认为通过这次峰会 朝鲜还找到了能突破国际社会孤立 经济困难的合作伙伴 对俄罗斯来说 如果俄真正结束 朝鲜的消用价值会大幅降低 但目前哪里排除战争长期化的可能性 凤航卫视金知嫌韩国熟尔报道